嗨 大家好 我是大叔 上回我们说到老娘的话语权 说的还是一头家 要是将这种话语权 放大到一个企业、一个社区、一个团体 甚至一个国家、一个区域去的话 这话语权就能带动风向 促成、推动或遏制各种政策方案的制定和执行 甚至举贬执政者 决定政权的去留 及社会的属性 大家也都懂 只要不是军事政变 一般的国家 无论是枪杆子、钱袋子 或是科技人才资源等等 只要政权一更替 受受双方的优势 便随时都能逆转 原本是你用来对付对手的武器 转性间便都能成了对手 用来对付你的法宝了 可见刚才我们所谓的四大霸权 最犀烈的 不还是话语权吗? 真正掌握话语权的人 自己不必是领导 但却能决定 有谁来当领导 而且还是不必负任何责任的那种 完全符合阿美利肯的特性 所以为了掌控绝对的力量 阿美利肯这数十年来 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在全球各地都部署了 各种各样的吹风机 负责带风向 制造社会状态 有传统媒体、自媒体 有记者、有学者、有评论员 有各种五花八门的NGO政党 甚至执政官本身 还通过各种见不得人的手段 二十四小时的截取 震惊设媒各类要人的 机密和饮食 包括窃听、监视、生娃 甚至杜撰、捏造 总之一分针、九分甲 视视而非以甲乱针 玩得不亦乐乎 吃瓜群众更是见个影子 生个儿子 乐此不疲 CIA从关掉声纳 偷偷潜到海底去监听数据线的潜水艇 到控制某些国家的电信公司 数据中心 或国际金融机构 入侵人家的生存服务器 私人手机、笔电 窃取区域政治人物 好伤复古的饮食 制作各种 明摆着误导民众的影视乐作品 伪纪录片、人造、新闻 莫须有罪名 利用各种名堂的NGO 煽动舆论风向 到赤裸裸的指挥受共媒体 及各类组织发布各种号称 被泄漏的情报信息 从动摇领袖的微信 到决定政党的去留 震荡社会稳定 左右国家兴衰 几乎任何国家的民运暴动 全都是他们一手搞出来的 像大家熟悉的那些什么 Net、NDI、RSF、HRW、Freehouse、IRI 这样的纯煽动组织 大叔之前介绍过了 今天就不讲了 大叔也说过了 这些名义上的 非政府组织进步团体 实际上完全是由美国台面上的政府 及常在暗准Deep State 深层政府幕后操纵的 动乱机器 反动机关 什么无疆界记者 什么民主基金会 什么国际自由联盟 什么绿色、人权、环保、维权会、论坛 等等的琳琅满目的名堂 那是要有多高大伤光伟症就有多高大伤光伟症 组织有大、有小、有直立、有附属的 在全球各地不下数千个 今天大叔要给您多介绍一个 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呢? 当然不是因为这个有多了不起啦 反正他们的名字听上来 就是霹雳无影、雷电闪闪、无敌最伟大的啦 大叔之所以要介绍这个呢 那是因为阿美利克接下来要干的大坏事 用的就是真面招牌 所以大家非得多少认识一点不可 这就是前几天到在YouTube社区里头 和大家说过的CPI 公共诚信中心 嘿 伟大吧 就是这个CPI属下 绝对正义、绝对独立的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Z 这个组织 现在大家可能不得出心 没关系 听完大家就数了 数来干嘛? 因为弄熟了吃肚子还不会痛呗 其实大家 那现在看到大叔介绍这个组织之后 很多小伙伴 便已经上穷必落下皇权的 将它们挖了个头了 其中有些小伙伴 整理的还挺紧令明了的 大叔就将这个链接放在下面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爬铁欣赏 大叔就不赘述了 只不过 大伙或许还没发现 这又是George Soros 索罗斯 这个今年91岁了还不死的 魔鬼头者的另一个杰作 其实除了它的开放社会基金之外 CPI的幕后 还有来自其他臭名演播的 各大邪恶基金 像什么民主基金会 福德基金会 还有高盛、卡内基、洛克菲勒 等等 听到这些名字 相信熟悉阿美利肯 恶行的小伙伴们 也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吧 不用大事再赘述了吧 当然 如果您继续深挖的话 还可能会挖到ICIJ 董事级里头 还有个新加坡华人 Gina Chua 说到Gina Chua 大家可能不太熟了 其实在变形之前 Gina原本叫做 李Gina 中文名叫做蔡翔琪 2009年到2011年这两年 蔡翔琪还是香港南华早报 SCMP的总编 当时SCMP还不是马云的 在马来西亚的 华人首富郭鹤典的手中 当时不止挖了它 还从马来西亚新报 叫The Star挖了Steven Dunne 过去搞发行 听说当时他 对不起 当时还是他 他是去年才完成手术的 总之 听说他和Steven Dunne 闹得很不愉快 所以后来就离开了 离开南华之后 Gina Gina 叫得还挺不习惯的 Gina就回到纽约去了 加入路透社了 现在Gina Chua 是路透社的高层 这个月Gina就满60了 前几天她还刚刚得奖了 很厉害 简直就是我们亚洲媒体圈的佳话 其实除了Gina Chua 这种打琴哨的之外 您也许还能发现 Ebay的创始人 皮尔、欧米蒂尔 这些常见人 是如何利用这个机器 把阿美利肯干过哪些脏火的 但那都没关系了 这些都非常正常了 美国在全世界干的那些恶心事 本来就是这三两百号人物 轮流登场的 所以他们永远都是世界第一流的 顶尖巨富 总之 所有的绯闻、丑事、脏事 都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就是了 他们都是正义的圣人 善良的天使 不止过去而现在 要是人们还不觉醒的话 再过个一百、两百年 也都还是他们的 资子孙孙俱将的造孽了 那我们今天要说什么呢? 没什么 大叔只想提醒大家 他们那份即将发布 却又一直遮遮掩掩 神秘得很 留着当谈判筹码的 潘朵拉文件 不是什么所谓的 调查记者作品 只是大叔之前在认知战那两集 还记得吗? 那时大叔就和大家预告过了 CIA的龌龊 监听结果 和DOJ抢取豪夺之后 凭空捏造杜撰出来的故事吧 就像是网面包里 几两滴牛奶 冒充成牛排 然后再自己拿回去DNA 证明那是哪只牛割下的肉一样 还记得吗? 大叔说过了 从CIA的资料库里头 丢出来的每一个所谓的爆料 都相当于一颗 足以颠覆一个政权的人肉炸弹 只不过这些人肉 都是别人的肉了 不是他们自己身上的肉就是了 马上 他们就要全拿出来全用上了 而且看昂萨犹太集团那架势 这是他们打算引爆的 还不止是一颗小当量的 可控原子弹 简直就是一颗 足以摧毁全球政治生态的清单 这是利用潘朵拉文件 这样醒悟的名字 大势炒作的目的 一个是逼全球各地的政客 配合阿美利克的胡作非为 尤其是接下来匪夷所事 上进天的对华打击 另一个是逼死这些富商们 将命给我交出来 交到美国政府手中 让他们解决现在这个 以陷入泥潭 咽到脖子的经济困境 所以让看到有些人 因为阿美利克那几个 对华服软的轻轻作态 就以为他们懂事了 变善良了 那就真是太 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 总之 请守住你最后的理智 他们绝不是像 郑和那种 出门广交善园的文明物种 而只是一只没有底线的资本野兽 为了独占资源 他们是零为欲税 不为瓦全的 因为这两样 都不是他们自己的东西嘛 是欲税也好 是瓦解也罢 他们才不会去管你死活呢 重要的是 你听不听话? 为什么大叔说 这是足以毁灭全球的 政治清淡呢? 这份他们扬言即将公布的 Paper 据他们的说法 那是140多个 国家的调查记者的 卖命成果 放屁了 那是整个中央情报局 当然也包括 伪装成记者的间谍 通过各种非法手段 偷回去抢回去 然后再布置给所谓的 调查记者 跟进炒作 及加料发布的 加工产品 当中关系到90个 他们想对付的国家 超过460名 举足轻重的震惊人物 当中包括 330名政治领袖 还有35个国家元首 130个亿万富豪 2.7万家公司 数万名与之相关的 各领域人员 数千个 不够乖巧的 企业、团体、机构、组织 文件总数 多达1190多万份 其中涉及阿美利根 所谓的 贪污舞弊 洗钱盗国 非法交易 脱逃漏税 有些涉财 有些涉命 有些涉色 有些涉及 间谍情报 贩毒 甚至有些涉及 军火祖师 恐怖活动 但老实说 从已经看到的 一些资料一脚 我们不然分析当中 只有极少部分的资料 勉强算得上证据了 有些是 三分针、七分假的 摆拍诬陷 但绝大多数 却都是 十足十的 煽动、造谣、极品 有些甚至完全 都举不是半点证据来 只是匿名人士的 空口白话 甚至连 空口白话都省了 就拿几份 连小学生都懂得 打印的A4子 做工 比那个 已故鲍威尔 所拿的洗衣粉 要粗糙得多了 然后再加上他们一句 或许并不算 违法的 购物当 听得懂吗? 在经过他们 会真会赢 貌似若有其事的 经过一些 不可空该的 受保护人士及信息员 提供些 似是而非的 泄密资料之后 全都板上钉钉了 成了肮里肮脏的 道德污点了 那你可能会疑惑 能被他们这么胡搞的政客 到底多不多? 当然多 多得数也数不清 好不好? 首先 人非圣贤这个道理 本来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同意的 而且人类有个特性 那就是特别八卦 也特别仇富 知道吗? 就是这个人越出名 越有影响力 你就越想知道他的底细 你越想知道他的底细 就觉得他越神秘 事实上也许根本就没那么神秘 知道吗? 但一经媒体怀疑之后 那些种种的零星小事 和这些风云人物挂上钩 都能被媒体吵得乌娇乌娇的 要多有味就多有味 而这些典型的八卦 和媒体炒作 又正是赤华群众们 最喜闻乐见 最津津乐道的主题 也是伤害力及破坏性 最大的政治武器 城市区东西区本性 最大厌 但是现在这个检托 上面的腦都不能用 周中和白板 一般好 一般的 被